我請記者問,好嗎? 好,好,好,好 想請問一下,你怎樣看? 會不會追討六個女生中呢? 因為現在那些公共都未結成, 現在追討會不會有些風險, 會不會有些風險呢? 不好意思,還有多久? 我先問一問 是,sorry 可以立嗎? 不好意思,有些技術故障 對於行管會今早決定向梁國雄追討 是欠行管會的全數費用 我認為是一個負責任的決定 大家想回,其實梁國雄和其他前議員 被取消資格已經接近一年這麼長了 當中,特別是梁國雄 他對於行管會要求他去交代 用立法會資源去購買的物資 以至是薪酬等等的需要提供的內容 他是沒有理會的 對於行管會早前透過考慮法理程 而提出的一個建議處理欠款的安排 他亦都是沒有回應的 在這個沒有理會沒有還錢沒有回應的情況下 如果行管會都不去採取合適的法律行動去追討公帑 我認為行管會是沒有盡到搜狐公帑的責任 所以我認為行管會是去追討梁國雄所欠的公帑 其實是搜狐公帑的一個理所當然的做法 他那個案件還在上訴 可能他最後會贏管先 現在追會會太急 絕對不是的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已經發生接近一年 其實當梁國雄被取消資格 之後行管會已經有權去追討 上訴是另外一回事 行管會已經等候了這麼長時間 梁國雄依然是沒有回應 沒有還錢 亦都沒有去向行管會表示過 她說她是何時才去還那些預付款項 我們認為現在經過了這麼長時間 決定去追討已經是法理情兼備下 去採取一個法律行動 至於她仍在上訴 其實她亦都可以向法庭去表述 這個在過去不同的官司都會有同樣的情況 大家要留意行管會其實是有責任 當法庭宣布了議員資格被取消之後 已經是有責任要去追回公帑 我們已經經過了接近一年的信來信往 亦都曾經是提出過法理情的一個選擇 但最後梁國雄是沒有回應 亦都沒有歸還公帑 甚至連預付款都不歸還 我們認為是不能接受 所以需要去採取法律行動 去追討已經欠接近一年的公帑 立法會是一個地方 是保障議員發表言論 不同言論的時候受到保護 但立法會絕對不是一個無法無天的地方 過去立法會開會已經出現 是因為不同的情況令到保安員受傷 大家想想如果立法會行管會作為僱主 無法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 給僱員安心工作 是行管會沒有負上應有的責任 其實我相信其他地方 如果工作期間有僱員受傷作為僱主 需要去報警處理是一個理所當然的做法 行管會已經是用最大的容忍過去呼籲議員 無論你是政治表態也好 做秀也好 千萬不要傷及保安 但經過這麼久大家都見到 尤其是剛剛一地兩檢的法案委員會 亦都再次出現幾位保安受傷 如果行管會作為一個合理的僱主 不去將僱員受傷 這些事情交給警方處理 我們認為對於立法會工作人員 是沒有得到合理的保障 其實議員只要不要傷及保安 只要守議事規則 其實就不會出現 是需要警方處理一些暴力行為的事 沒有人想議會出現暴力的事情 但如果當有工作人員受傷 而行管會是視而不見 我們就沒有盡到我們作為一個合理僱主的責任 要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給僱員工作 所以我也是呼籲 沒有人想警方要介入立法會的事務 但當暴力情況出現 當受傷的情況出現 我們是不能不將這些事情交由警方去處理 好,謝謝各位